蠟豆 營養價值高 味道好 纖維高 我覺得沒理由不去嘗試一下 我覺得你試完之後可以跟我說 我不喜歡吃 如果你現在看這條片 你是因為聽過人家說蠟豆好臭 或者你沒有試過的 你純粹聞到覺得不行的話 你試試吃 必須要說 其實我跟大家一樣 我都曾經不喜歡吃蠟豆 就是你有些東西會習慣 小時候誰說苦瓜一定好吃 沒有人說過 但為何慢慢長大了 你會喜歡吃苦瓜 因為你繼續嘗試 你媽媽又繼續煮給你 所以我們香港是為甚麼 沒有人家做蠟豆給你 放心 有許廷香港在那 蠟豆一日不滅 如果你是肯試的話 我天天攪給你吃 人太愛上了蠟豆 可能有些朋友就不太明白這件事 不明白為何會喜歡吃這麽臭的東西 但對於我來說是一點都不臭 而且還挺健康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我可以在網上公開一下我的食用方法 有沒有新菜單 蠟豆有很多菜式 你有甚麼不認識 我之前就貼上了就是 蠟豆咖哩 哇 超重口味 重口味是錯 你夠自己打火鍋吧 還有甚麼 可以是吃蠟豆加吞牙芋蓉 吞牙芋蓉大家都喜歡 我吃完之後差點一頓 可不可以咬出來 鄧小巧咬而已 你可能不咬的嘛 還有甚麼 讓我再想想 其實是一個最簡單的吃法 不過聽起來真的很噁心 剛剛南逸邦先寫了一張照片 昨天吃了這件事 我可以告訴大家有甚麼材料 豆腐 OK啦 蠟豆 不OK啦 還有紫菜 秋葵 珊瑚 當然一些顏色 把白色變成一屎 然後加芋蓉 全部都一屎 全部都一屎 南逸邦送給我的 最厲害呢 他加上生蛋黃 還是一屎 我簡直覺得 我按下紫菜片後 我的追蹤是直線下滑 跟那些紫菜一起下滑 因為那天天氣不好 不如在酒店自己簡單輕便處理 有什麼方便 納豆 我知道有很多其他方便 有溫泉蛋 糖心蛋也很方便 再加納豆 死都要加納豆 多謝你 多謝你尊重 我希望大家不要人追蹤 謝謝